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徒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三佛贤疾应知其意 第1305集 我是为志 经文 其多宝佛虽久灭度 以大誓愿而失之后 多宝如来 即以我身所及化佛 当知此意 今天的文 一样是这个 重诵 寄诵的部分 有提到多宝佛灭度很久了 可是他有大誓愿 一样 要来这个 释迦牟尼佛 说法经的地方 见证 听经 等等 所以这里面前面这一段文 有提到多宝佛 还有即以我身 所及化佛 所以有三佛 就是多宝佛过去佛 我身现在佛 所及化佛 他方的这些诸佛 还有未来佛 我个人觉得 今天文最重要的一句是 当知此意 这一段 这个 见宝他品 多宝佛 你看我们这文 一直重复 一直重复 一直讲 这一段的意 当知此意 就是 释迦牟尼佛的意 多宝佛的意 死方分身诸佛的意 当知此意是什么 待会来看上文的开示 这很妙的 当知古今他方三佛 未法远来 欲开宝塔 当知古今他佛 他方佛意 若能赴此 也说此妙话 原教经 是其自成心意共量 得见三佛 像我们看到这个 手杂 第一个会看到几个字 就是三佛 刚才有讲三佛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那还有什么 后来我发现 还有一个当知两个字 当知上文出现两个字 因为刚刚经文 有当知此意 所以我才知道 当知很重要 我们来看 所以一开始 看到三佛 再又看到当知 我们要知道这三佛 他的这个心意 他的本怀 他的用意是什么 他是为法原来 所以我后来 才又看到法 原来他为法原来 这个法多重要 所以他希望 人人都能够怎么样 护持演说 此妙话 原教经 就是华华经 有没有 又看到法 黄色的圈圈 把它圈起来 可是 重要的当然是 他为法原来 我们要去护持这个法 去说这个法 去传这个法 可是这个过程 很重要 就是你要 自成心意供养 才可以见到三佛 所以得见 我们要先见到自信佛 那然后跟这个 释迦牟尼佛的法 会合 又能够传下去 这样能够 有未来佛的产生等等 所以这是很妙的地方 当知此意 就在这里 所以你看 从三佛 当知 法 得见 这都是很妙的 那所以 这一段 就是 这个 三佛 他的心意 他希望 人人都能够什么 父持演说 使妙法 原教经 要 制成心意供样 这样就对了 那我就把 刚刚 这个手杂 画成一个图 因为 我要透过 画图的过程 就能够理解 上人在讲什么 你看 三佛 就是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那这个 我就画一条 时间轴 这样 那 当知讲了两次 就是提醒我们 要知道 要知道 这个重点 那过去呢 过去佛是 未法远来 欲开跑大 对不对 那他希望 又当知 要什么 付持演说 这个妙法 原教 这个就是 妙法原教经 所以我用一本 妙法原教经 那左边用 多宝佛塔 开宝塔 那制成心意 共用就得见 这个三佛 就是 我们要 制成的心意 这个虔诚的心 来共用 来修行 这样就对了 那可是 这是 手杂的大意 是这样 可是上文在开示里面 跟我们讲了很多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过去佛 过去佛代表 我们 有与生俱来的古佛 那现在佛 这在后面 上来快到结语的时候 讲了 这很重要 他们会看 上来的主日稿 现在佛 就释迦牟尼佛 佛陀所说的佛法 我们已经信寿奉行 所以 因为信寿奉行 你才能够 付持演说 妙法 演教 那未来佛 因为这个佛 这个法 佛陀给我们的法 这个原教的法 这个 妙法 它已经 能够用啊 你能够去度人啊 然后就证明能够进化人心 转动人心 那这些人是不是 未来佛 这样 所以 就很妙的这个部分 那 所以 上来的手杂 都有它的 妙 妙意 那最后 更妙的就是 上来 刚好今天开示 今天是观世音菩萨 成道日 生日 或出家日 待会看 他就借用这个 提醒我们 那就是说 我们要有心 用心 入法 入行 日日 行道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法 因为 这个 不管是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对不对 三佛啊 他们 很 很在意的 就是什么 我们要 用心 有心 入法 入行 来行这个菩萨道 这是 古今他方 三佛所在意的法 因为他们 未法远来 有没有看到 这个多宝佛 未法远来 其实 那 释迦摩尼佛 一样啊 他为什么要 集分身佛 当然是为了 这个法 能够传下去 所以 能够入我们 这个众生的心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 再补上 这样就很 完整 这样就知道 今天 这个 经文所要 传达的重点 非常重要 好 我们来看 今日文法新的 但是我们要有一项 认清楚 那就是真理 真理就是 无穷尽 真理 我们一定要相信 因为上人 一开始还是叫 有多用心 他从灵鹫山开始讲 灵鹫山小小的 可是这个经文 怎么说的 那么多 那么大 那么多人 这个天龙八部 还有这么多的 菩萨 这些 世众弟子 佛菩萨 天龙八部 父法都来了 等等 那就是要相信 这个真理 好 解脱就叫 涅槃 解脱就叫 晋级清晨 这昨天 或前几天的文 也有提到 涅槃 上来今天又帮我们复习 上来今天 也有帮我们复习 涅槃 还有帮我们复习 这个 化成语 等等这些 但是今天 这边就讲的 比较短一点 这个三佛 就是我们的自信佛 点点点 就刚才讲过了 所以三佛 是今天的重点之一 不论什么日子 总是观世音菩萨的精神 日日都在我们的行动中 所以 因为 开示这一天 刚好是观世音菩萨 这个晨道日 出家日 生日 那不管是哪个日子 就是 我们要有观世音菩萨的精神 要 这个 闻生救苦 要 这个 入群度众 等等 这个展现 把这个法展现在我们的行动中 我们要用心来体会法 法解释是很微妙的 希望大家不要 光是在文字上游戏 就是说 有时候经文 或者是这些 手札 这些文 其实上人每次教我们的 他就是要我们能够用 用在日常生活中 所以他今天有举 马来西亚的这个菩萨 生病的菩萨 去去做环保 感动人的例子 上人要的是这个 好 那我们来看 上人一开始 叫我们多用心 注意这个 这个三佛 他要的是什么 我刚才有提醒大家 那接下来他就讲到经文里面 经文里面有提到 灵修三 你看这灵修三说法台 就这么小 这个 我看过很多照片 上人说 因为经典有去拍嘛 像我们的师兄师姐 也有去 回来也有分享 他就叫 这个 经典的总编辑 王总编辑 给他一套图 他就从 这里来讲 这看起来很小 可是 为什么 经典里面 这个 就 讲的环境 是那么大 因为上人自问自答 你看 佛陀在讲述 宝塔从地 涌出 两千多年前的灵修山 讲华镜的地方 是真的宝塔从地涌出吗 你看到宝塔那么 这个高五百有许 纵广震等 两百 二百五十有许 对不对 两万里啊 一万里啊 那么宽 那么大 那么高 对不对 这个 经典讲的是 很大 很多 这样 可是现实环境 没有很大 所以上人提醒 要用心灵的境界 来看待 因为这个经典 他描述的是 佛陀的心境 不是讲这些数字而已了 因为这些口头 有时候就没办法描述的 很清楚 很完整 所以我们要用心灵的境界 去感受它 去理解它 这样 那上人这一段的小总结 就是说 无论如何 我们总是 有很多不可思议 无法形容的 对不对 心境上的确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有一项的 这个认清楚 那就是真理 要相信真理 真理是无穷性的 真理是一定要相信的 所以 在上人讲灵鹫山 还有对照这个经文 来开始 告诉我们说 你不是只是看表面 你要用这个心灵的角度 去理解 去体会 这个法 那用出来的话 都是不可思议 那佛的境界 无不都是清静的境界 那就叫做延己 又叫涅槃 因为解脱就叫涅槃 就是进入 静即清晨的境界 佛的心境 都是这样的平静 海阔天空 都是非常的明朗 明明立立通达一切 这就是佛的心境 这昨天也有讲 帮我们再复习一下 所以我们 要慢慢去除我们自己的烦恼 一步一步去体会 佛法的道理 从华尔经里面 我们就体会 了解 这个大小圣的法 因为法 昨天也提到 小圣中圣的法 都是基础 有这些基础 我们体会的人间疾苦 你才愿意发心力愿 去行菩萨道 这个最后能够成佛 世奇自成 心意共量 得见三佛 守着来到这里 就最后一句了 对不对 我们如果自成 这个心意共量 就可以得见三佛 所以要有自成的心 身心奉献 能够什么 扶持啦 演说啦 身体力洗 用自成的心 就能够看到三佛 那这三佛就是什么 第一个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自信佛 那再来借重 释迦牟尼佛 所向我们讲的法 这是现在佛 对不对 将佛陀的觉悟 移入我们的心 你看上人提到说念佛 念佛就要念到佛进入到我们的心来 这样 你的自信佛 古佛遇到了现在佛 对不对 那有这样去身体力行去布善总使 能够一生无量 是不是就有未来佛了 所以 这个一生无量 无量从一生 那再来上人就提到 今天 开始的那一天 就是 那是2016年 应该是10月19号吧 国历 农历的话 刚没有特别查一下 那一天是这个 观世音菩萨的生日 观世音菩萨出家日 观世音菩萨成道日 所以可能金色也有师傅准备要替度出家 从这个进助旅 或是在那边准备挑 通常很多人会挑这一天 这个替度出家 上人就提到这个 那天有拜经 拜经的内容也会调整一下 那上人说 不论是什么日 总是观世音菩萨的精神 日日都要在我们的行动中 人人观世音加加弥陀佛 这是很多 很久以前都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日日念佛 佛入我们的心来 不论是诸佛菩萨 我们都是在我们的心中 这样是最重要的 那观世音菩萨就是 千处祈求千处现 那我们也没有做观世音菩萨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 就可以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也是古佛 这样 这个正法名录来 这样 所以 我们这个 也可以做观世音菩萨 只要我们很用心 日日观世音 人人观世音 只要有心 发挥菩萨的精神理念 无不都是观世音 无不都是释迦牟陀佛 无不都是东方佛 东方流离光录来 这样 无不都是地藏菩萨 一切精神理念 我们全部要将它学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法 所以 上完就是要学这个法 那它总结就这个 这一段 我这个 把它放在这个 前面 所以今天的祭文 就是要我们知道 古今他方三佛 就是未法远来 所以我们要打开宝塔的时候 应当 知古今他方佛的意思 如果能够赴持眼说 属于原教的妙法雅经 就是以最自成的心意共量 就可以得见三佛 这边 人人要很用心 日日观世音 人人观世音 我直接念最后这一段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法 这个有心用心路法路行 日日行动 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法 这就是 菩萨道 就是古今他方三佛 所在意的法 所以 当之此义 有吧 这个就是当之此义 因为这个 古佛有吗 都把佛之 为法而来 对不对 所有的佛都是希望这个正法 久住 常住世界 所以 这个 都是一样的 就在这里 上人就举 举例子 因为上人要的法 他说这样 不要只是看文字 做文字游戏 你会解这个经 上人都是希望 我们能够做到 能够行经 所以他 今天就举这个 马来西亚 这个杨梅花 这个一位菩萨 马来西亚的师姐 做例子 他弃切 因为他 他有长肿瘤 假装 假装 腺瘤 这个 所以他要弃切 弃切就会有个洞 那要常常去清洗 可是很多人就叫他说 那你不要做了 多休息 他说 如果不要做叫我休息 那就长眠了 就全部都没有作用 那我现在就是要做 那他从健康的时候开始做 做到生病了 因为生到病死 自然法则 他也都坦然接受 生病了 我才更要继续做 我才知道 我的时间来不起了 那他这个 是一个癌症患者 那我特别去查了一下 这个他是甲状腺肿瘤 所以 那括号是我补上去的 所以他就 有这样一个洞 说话的时候还按着 没有看过七切的患者 那这样的癌症患者 他发心 他说受症这么久了 我从健康一直做到现在 我现在身体还能做 我就要把握时间 时间已经不多了 所以来不起 所以他这样的精神 上来很赞叹 那也感动了很多人 那上来赞叹的他说 看 这就是这样在度众神 因为他这样 以身作者 以身视线 来行经 这就是《无量一经》 这个宗 生虽有病 也是能够开传 这段文 特别查了一下 《无量一经》 大家有两段 提到这个一个是前面 再有一个是后面 提到 那这个 我用第三功德 品 这边来讲 我念一下 是持经能义父如是 能赫无上 普利众宝 单负众生 出生之道 未能自度 已能度比 犹如传师 生因重病 嗜体不欲 安置此案 有好监牢 传周 常伴诸度 彼者之据 给以而去 你看就是这个 是持经者 亦付如是 虽因五道 诸有之生 百八重病 长恒相产 安置无名老死此案 而又监牢 此大圣经 无量一半 能度众生 能如说 行者 得度生死 善然子 世明是经 第三功德 不失一例 你看这无量一经 第三功德 这样 讲得很清楚 上人就赞叹他 说到这样 这就是护词 所以上人要的护词 不是说 我们就是说法 你就是做 依照无量一经 华经 上人所教我们的 菩萨道去做 这就是护词 用身体在说法 可以带动很多人 同样的道理 这都是听到经理后 来圆满他的人生观 现在的人生 这样的菩萨 现种种的形象 如观世音菩萨 现种种形象在度人 他甘愿 他欢喜 他每天做的快乐 你看他虽然有病 虽然生病了 还气怯 可是他现那样的形象 他可以度到人 他自己做的很甘愿 很欢喜 好 来看上人补充的 这个诸佛的总愿 跟别愿 诸佛菩萨必有 种别两种之四愿 一种四愿 即是四弘四愿 这昨天讲过了 二别四愿 如欧弥陀佛之四十八愿 要师佛之十二愿 大家有心可以去查一下 今天时间关系 这里就不补充了 诸佛随心求法未愿 自成为事 昨天不是讲吗 讲到这个愿 你要自发誓言 趁着佛陀还在 当着佛陀的面 把这个愿 讲出来 那我们要用心来体会法 法解释是很微妙的 希望大家不要光是在字 文字上游戏 我们要真正将它吸收进来 用在生活 用在人间 用在我们自己 法要入我们自己的心 不是光说 会说 也要会做 但是心呢 法没有在内心 这样就不对了 所以 当然要的是说 我们法入心来 法入心 要会做 会说 这样 来看昨天的文 告诸大众 我灭度后 谁能护持 读说诗经 经于佛前 自说誓言 所以昨天 这个 自说誓言 这个发愿 很重要 来看今天 其多宝佛 虽久灭度 以大誓愿 而失之后 多宝如来 即以我身 所即化佛 当之此义 今天要知道 当之此义 三佛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他们的这个 心意 用意 用心良苦 他的本怀 其多宝佛 虽久灭度 其多宝佛 虽已久远 以路灭度 不忘本愿 未听经 作证依然 昨天也讲过灭度 今天上来 要再复习灭度 这个 以大誓愿 而失之后 以其数事 大愿立故 于宝塔中 做狮子后 佛在大众中 未说法 无所谓 说法无所谓 用狮子 来做批语 多宝如来 即以我身 所即化佛 当之此义 多宝佛远来 今我现在 十方分身 咸及此土 是为何事 当之如是 深切之义 今天不讲 当之此义 这个佛陀 他的心意 是如此的 深切 这我们真的要感受到 此诵 为护词 读说 试经者 勉励 发大圣心 因自说 誓言 并诵 古佛 今佛 及他方 来佛 悉应 知其意 所以这一句 就把昨天跟今天 合在一起讲 就是 因为这是一个寄诵 一段寄诵 所以 这个 我们有 护词 读说 试经 因为 这个佛灭度后 我们就是要这样 对不对 好 那他来勉励我们 我们要自说誓言 昨天的文提到 我们要自说誓言 今天呢 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知道 古佛 今佛 他方 来佛 这些 佛的这个 他的用意 心意 那所以 护词 读说 世经 我们要词 内心要好好保护 这部经 让这部经典 绵绵绵绵绵的 这个流长下去 对不对 定法久住 人人要接受 我们身心受用 将我们的身心诚意的受用 能够感动其他人 为什么上了今天 举马来西亚的这个 生病的菩萨 就是这样 教化更多的 人人传授 是不是这样 你看我们很多 环保菩萨 很多这些菩萨 都是这样子 这个都很感人 护词读说 就是 诵与讲经 诵经讲经 再者经者道也 道者路也 身体理性走过来 所以上人 除了说 叫我们说 诵经讲经以外 还不忘提醒 我们要行经 他非常重视这个 这个 我们来看 这个 接下来 各位古佛 我们要很清楚 我们也有与身俱来的古佛 经佛呢 佛陀所说的法 我们已经信受奉行 十方佛 我们身体力行 传出去之后 有已经所做的成果 这就证明这个教 对人间的实用 效用 能够进化 转动人性 上人这个在结束前 在快结束了 后面就是结语了 这也算结语 的开头 就是 证明什么 就是 古佛 经佛 还有未来佛 你有这个法 这些 这些法传下去 一生无量 就很多未来佛 这样就出来了 所以上人 讲这个 讲很清楚 我又把它拉到 前面那张图 就如刚刚 马来西亚两位菩萨 虽然身体 这个重病 但是他们有心 他们也是同样发挥 在病中 发挥感动人 启发人 带动人的功能跟良能 这样 所以 要知道这个世间大地 要用什么方法来救助 来帮助 所以 进化人心 想要社会 能够使天下 减轻灾难 这就是我们人 要很用心的 要好好体会 要实时多用心 所以上人要 要的法 就是要能够用出来 做得到 人人都做得到 能够用出来 这样的话 法就会传下去 就令法久住了 好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祝福大家都能够 法入心 法入心 令法久住 感恩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静思妙莲花 感恩